巨大黄沙一面而来 随着呼啸风声 像是一面黄沙墙 在大力上缓缓移动 东方仿佛被劈成两半 画面惊悚震撼 这场沙船暴 在大陆青海海溪州 巨大的风暴 刮起黄沙 像是好莱坞的灾难片 景象难得也顾不得危险 不少民众纷纷到路边 目睹奇景争相拍照 但眼看沙尘越来越近 民众才驾车往外跑 有驾驶冒险开进沙尘暴内 发现沙尘暴内天空瞬间变暗 白天变黑夜 眼前一片模糊 像是世界末日一般 极端气候笼罩中国大陆 除了高温沙尘暴外 居然还出现了龙卷风 大陆华北地区今日因为强对流 加上地面气旋影响 在江苏连云港附近 刮起罕见的龙卷风 受地面气旋影响 7月20日50起 连云港市大部分地区 出现强对流天气 20左右 冠居镇龙居镇 长桥村和小宜镇小茅村 出现龙卷风灾 强势风力把所有东西挂上天 不少防射屋顶前翻 甚至把电动机车吹了一堆 还有树上的情况惨不忍睹 据大陆官方统计 上年各种天灾已经导致178人死亡 4000多万人受的伤害 气象专家表示 今年极端性的气候频发 民众最好提高警觉 做好防灾的准备 东西文台中心综合报道